诗篇第二篇第八到第九节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遥障的瓦器率碎 在我的期望当然应该是有更多的时间 享受更多 起码坐游轮去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就算不能够还任全世界 起码坐多几次 唯一一次 而那次还要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不是玩的 我们都在游轮上录主日在上面 你能不能想象 当初我一见到 就是这个旅程那么特别的时候 但是当我在新加坡所见到一个有一个印证 再看到 有这么多这些印证 就是我们当时下的就是这一套信息 现在印证和应验的也是这一套信息 我们去的地方 很多地方竟然就是纪念了 全威离世的岁数 这些让我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有什么更加重要 和伟大 和好得过 就是我们用我们一生完成神的使命 而行 并且神去怎样去攀障给我们 去印证和去表示祂是月纳 因为在神眼中就是一个小孩子的诞生 266日923 在神眼中就是一个尽善尽美 是完美的一个人 去诞生在这个世界 这个就是主耶稣纪录 在《样方》第16章说的 是不是 因为世界多了一个人 在神的天国里面 多了一个婴孩 即是在神眼中的传威 而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在过去我们 如果纪念我和传威的话 纪念我和其他不同的策略家 都可以说真的代表了石安的不同的历史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帮助不同的策略家 完成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定命 和使命 传威就已经完成了 其他不同的策略家都发挥自己的才能 他完成在石安当中担任的角色 而传威担任的角色 我和传威所担任的角色 可以说是完全抗衡 我们所研究的策略 想的方法 执行的系统 都是抗衡外面想毁灭我们教会的作为 换句话说 我和传威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保护神的恩高 保护神的教会 但是外面教会 为什么会说 人生中最重大的使命 和能够完成到最伟大的事情 外面和我们不同 因为我和传威 是用我们一生的代价去换取永生 但是外面攻击我们的人 他不单是用一生的代价 他用了永生做赌注 去攻击我们的石安教会 这个就是他们的使命 有些人一直攻击 一直攻击到最后他死 臨死前都是在攻击我们的教会 但是问题 他们一生做什么呢 他用了永生做赌注 他一定会输 他一定会输 这个就是他们一生的了 你知不知道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都很大对比 因为一说起传威 就是一定是 因为我和他 无论是wechat 或者是电话联络 谈的时候 都全是处理教会的那些 难题 那些困境 人家所为我们设下这些陷阱 或者是所布下这些的攻击 又或者甚至这些的难阻 这个就是 全威一生就是做这件事 就是保护我 还有保护这间教会是因果 尤其是当全威离世之后 就更加深刻 因为为什么 因为在我的计划当中 全威下本身应该不需要 再面对这些攻击 不需要再花时间去 保护石安教会 他应该是 我们去保护他 我们去养他 我们让他能够安舒 能够享受人生 能够去周围旅游 他喜欢怎样又怎样 应该是安享晚年 去慢慢欣赏自己的成就 的时间 但是没有 他直接完成了 他自己人生的旅程 按着神的指定时候 日期 离世之后 去念他 明白吗 就如下就是这些了 所以当我回想 全威的时候 全威其实不是说 有一个安舒的人生 或者是一个安舒的晚年 他直接由他认识我 他一直争战到他离世的人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又明白为什么会提到 很多这些攻击全威的人 或者甚至以前 这个做姓林的 做财政的这个人离开 都是专来欺负全威好人 他欺负他 这样的 所以在 一记回 尤其是整个过程当中 记回很多和全威合作的 全部都不是处理这件事 处理那件事 又或者甚至是 哪些人 甚至是主动攻击我们 主动去找日华 由全威出面去处理 诗篇第二篇 第八到第九节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 如同姚丈的雅气率碎 看见真烈 传落去太坦失业 来到这声声 上 纳尘 人事在幻见转叶 因为什么 沒时间 来到这时间 深切才子 我不是愁�� 你แ止疑 我父亲站 他在主夜夜宣传我有宣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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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